- 但我们身边也有第四类的 - 第四类也有不少了 - 我在这种心虚转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就Paul Davis的牌子挂在那边 然后一栋楼可能见到有些地基框架 各种各样的步骤都有我看到过 - 最惨的可能就是见到非常一半的时候 - 对可能是外墙封掉 或者是框架已经搭起来 - 但是没有外墙 然后下雨风吹日赛的 - 对 - 就看着就满心痛的 - 对 - 那这类客户该怎么办 - 这类客户首先比较要注意的 - 因为最近不只是买家受损失 - 嗯 - 垂底也受损失 - 对 - 垂底那边有发现去破坏工地现场的情况 - 这个不太好 - 就是心存怨气就没有收到Paul Davis给的劳工费 - 对工程款都没有收到 - 工程款没有收到 - 然后就去破坏现场 - 然后我记得有放火的 - 有放火有拿东西的 - 有砸这种外墙的都有 - 对砸外墙 - 我看到还有水龙头放水 - 把地板全部泡掉那种 - 又搞破坏了 - 各种各样的新闻都有 - 所以说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- 这边建议就是第一步 - 一定要把Paul Davis相关的标志都撤下来 - 让他不知道你这个是谁盖的 - 现在这个是挺危险的 - 从别的街上那边借个横幅 - 还拉一拉折一折什么 - 对这个是第一步 - 或者安装一个如果线巢有电源的话 - 可以安装一些摄像头 - 摄像头、报警器之类的 - 对 报警器 - 就防止就是说已经建完的部分再被破坏 - 对 然后可能请邻居也帮 - 请他帮个忙 - 就是注意一下 - 每天让他帮你去看一下 - 有没有人可疑的人过来之类的 - 对对对对 - 因为澳洲这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心的 - 然后如果你真的遇到困难的话 - 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愿意帮忙的 - 因为本身就建商破产就蛮倒霉的一件事情 - 对 - 结果还要雪上加霜就比较惨 - 对所以这一类的朋友应该说是 - 现在目前为止应该是比较麻烦的处理起来 - 然后能找别的建商接手吗 - 可以找别的建商接手 - 那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联系QPCC - 因为毕竟建商破产 - 是 - 你问他一下要怎么去处理 - QPCC是可以帮你去指定建商去接手的 - OK - 但是因为现在这种事情太多了 - cases也太多了 - 积压的比较多 - 不是每个建商都愿意接手的 - 对而且接手的过程中后面建商也要看 - 你之前建商它造的怎么样 - 对是不是合法合规 - 是不是会牵扯一些未来的warranty的 - 或者insurance一些问题 - 对 - 所以你接手建商都会考虑这种因素 - 所以QPCC如果指定建商的话 - 现在周期非常的久 - 对他要拿到之前的所有的凭证 - 以防止他在后面接着照的时候出了问题 - 因为是Pol Davis的问题 - 结果回头来找他 - 对所以这是一种方法 - 如果你要找QPCC指定建商 - 可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- 要起码花个两年 - 两年时间左右 - 我以我的经验来看 - 那个会非常旧 - 相当长 - 如果你自己非常lucky - 你能找到一家愿意接手的建商 - 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- 只要建商OK - 有新的合同可以给到你 - 那当然你就可以顺利的 - 让新的建商帮你继续下去 - 唯一要处理的就是 - 你可能有了新合同之后 - 你要重新去跟你的银行告知一下 - 因为合同改变了 - 很有可能金额也改变了 - 整个贷款流程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- 那中间如果产生一些费用或者差价的话 - 保险公司能赔吗 - 应该它是有一定的理赔的额度的 - 它有一个上限 - 所以这种东西也是要大家去跟QPCC反复确认好 - 就是看他们到底能赔你多少钱 - 对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听到过Morban那边 - 就是说你没有搭到框架部分 - 其实只完成了第一阶段 - 它是可以帮你把地基给缠走 - 重新开始 - 这个就会比较干净比较快一点 - 但是依然就相当于你损失一个地基的费用 - 那地基其实也不便宜 - 地基也对 - 我记得好像15% - 但如果可以在保险范围之内就还OK - 至少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处理下去 - 但如果是已经气到墙 - 或者框架打完的话就会比较麻烦 - 对 - 就会比较麻烦 - 所以第一时间大家一定要 - 第一步还是要联系清算公司 - 好不好 - 看看自己大概能拿回多少钱 - 第二步就是一定要联系QPCC - 看看保险 - 你的保险有没有成功买上 - 我也有碰到过 - 有一些朋友他签了合同 - 建商倒闭了 - 但是没有买保险 - 建商没有给他买保险 - 还真的有 -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- 所以说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追 - 特别签下去之后 - 你一定要赶紧去追 - 你有没有帮我买保险 - 如果有 - 一定要让他尽快提供凭证 - 因为这个东西 - 讲不清楚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- 尽早把这个保险买下来之后 - 后面的事情会好好解决很多 - 然后联系完QPCC之后 - 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 - 去外面找一下身边熟悉的建商朋友 - 看看能不能帮你接手继续盖下去 - 因为自己找到一个愿意接手建商 - 比QPCC指定要快多了 - 这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把后面的火全部都完工之后 - 可以早点住进去 - 对 - 讲了这么多之后 - 我们会有哪些思考和结论 - 思考的话其实怎么说呢 - 这两年建筑行业一直都不太平 -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- 建筑行业我们该何去何从 - 主要其实还是通胀供应链 - 材料人工的一系列的费用 - 有时候也不能说 - 当然建商肯定是有责任 - 因为他没有把成本算得很好 - 对成本 - 因为你很想货客 - 这没错 - 如果在市场很精致很激烈的时候 - 你很想货客 - 这没有问题 - 但是你拿到这些客户之后 - 你得帮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完 - 而不是说我先用一个低价 - 把他们全部吸引过来之后 - 回头就撂蛋子不干了 - 对其实损失的是所有人 - 对 - 这就给我们提个醒 - 当我们在跟建商接触的时候 - 你一定要实时的 - 一定要去多加去确认价格 - 当然就是说贵的 - 我们应该去避免 - 有些割韭菜的价格 - 当然我们不能接受 - 但是如果说某一家建商 - 它的价格特别便宜的时候 - 我们也要去思考 - 为什么 - 这里面是不是之后会买一下隐患 - 通常我个人建议就去找 - 价格既不高也不低 - 这种就是 - 永远就是合理 - 万事都要追求一个合理 - 我们不能去 - 找最便宜的 - 有可能最便宜的就是 - 最危险的 - 对就一筐水果里面 - 会烂掉的 - 据我们所知 - 现在还有一些价格特别便宜的建商 - 还是有一些 - 所以大家要当心一点 - 不能点名 - 对不能点名 - 但是价格真的现在市场不适合 - 大家去签市场最便宜的价格 - 对 - 而是说我们要找一个合理的价格 - 有时候最便宜的就是 - 是最贵的 - 对 - 最便宜的反而是最昂贵的 - 前期你觉得它很便宜 - 但是出了事情之后 - 这个代价一定是最大的 - OK - 现在合理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在哪里 - 合理价格 - 还是看你房子大小跟装修了 - OK - 我觉得 - 我觉得大概一千 - 一千七八左右都算是 - 一千七八左右 - 我可能都算是合理里面 - 合理当中 - 满便宜的 - 就合理的里面满便宜的 - 如果你想要稍微保险的话 - 我个人建议还是往两千靠一靠 - 对 - 如果它能爆出来再两千 - 往两千走的话 - 相对来说还OK - 我觉得它还能键完 - 如果你要加装修 - 加各种各样东西的话 - 我觉得可能要 - 正常都会超过两千多块钱 - 对 - 就看是不是fullton key了 - 对 - 可能你不包后院那些external的 - 可能就再便宜一点了 -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说实话 - 也和建材有关 - 所以说也是那种 - 就跳跃幅度会非常大的 - 如果有低于一千七的 - 那你可能就要特别当心 - 特别当心 - 对 - 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价格了 - OK - 好吧 - 就还是给大家提个醒 - 就是说 - 大家其实都不太放心建房 - 但是依然还是有人在建 - 那么如果是一定要满地建房 - 因为还是有人喜欢住新的 - 一定要满地建房的话 - 还尽可能选价格合理一点的 - 对 - 另外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 - 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- 也会导致现在市场上面的二手房里面 - 偏新的房子 - 或者是已经盖完的房子 - 那种准新房 - 它的价格一定是会有上升的 - 因为很多人他都不敢盖了 - 或者不想盖了 - 那么这部分房源 - 如果你要去买的时候 - 在你出价的时候 - 或者你在跟 - 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 - 你就要稍微保留一些余量 - 你要知道现在的市场可能正在- 倒向这种 - 已经建完的新房 - 但如果你如果非常lucky - 能够碰到一套已经建完的新房觉得还不错 - 然后算下来 - 这个成本价和你再自己去跑过去建一套新房子 - 其实成本价差不多 - 那么一定要赶紧下手了 - 我觉得这种房子在未来的市场上一定是会更加紧俏的 - 好吧 -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- 跟大家讲了一下澳洲建商破产的原因 - 以及破产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 - 剩下再总结了一些小经验 -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-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-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- 有更多的想法评论 - 或者是有困难 - 以及方法 - 想要去帮助别人的话 - 希望在频道下方留言 -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- 跟大家说拜拜了 - 拜拜 - 拜拜 -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